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我要出門口了 但突然收到這一盒 我決定拿起相機拍攝 它是我早陣在Olive Young App買的東西 應該大家會有興趣的 來一個快速開箱好不好 這次買東西是為了它 ROMANE的LIP MATTER 它是很神奇的產品 可以將任何唇膏變成霧面 這個我沒用過 純粹在網上看到有人用 覺得很有趣 擠出來是一個啫喱來的 透明的 馬上試試 我轉了一個有光澤的唇膏 然後塗上去 看到嗎? 它真的變成霧面了 它不會黏黏 不會乾 不會顯純紋 這個很棒 而且它可以幫助防尖染 這支唇膏原本是黏到爆炸的 但加了它之後 應該不會黏在口罩的 有剁剁 中間可能是口水的位置會黏到 但基本上把光澤型的唇膏 完全變成這樣 我覺得很好玩 買得ROMANE當然不差再買唇膏了 我買了兩個不同系列的 這個是12號式 然後下面這個是2號式 做個快速的手背試色 這個是12號式的亮面那款 還有這個是2號式的霧面那款 這次我現在用的這個 塗上去再塗紅一點 但真的差不多 而它會比較透一點 忍不住我又想玩這個遊戲 真的可以變成霧面 它剛才是這麼光澤 很好玩 再來是I'm Mimi的這個收容盤 有3個顏色的 摸上去是有一點粉感的 然後試色給大家看一下 嘩 應該只有這個我用到 另外兩個我看不到 它是屬於比較自然派的 而且有一點偏灰 所以我猜可以用來打鼻影 但配上Omega它是沒有那麼灰 這個要等我用完之後再給大家看 我還補課了去年很喜歡的這個Mascara 它是Long Curling版本 很輕身 可以維持捲繞度 跟跟分明的 我很喜歡用它的原因 就是塗完之後 馬上打黑痴 都不會掉下去下眼皮 是乾得很快 之後可以維持全日 都不會溶 如果大家在找一個好用的Mascara 可以試一下它 然後是鄭酸抹的手指粉泡 因為買了台灣的Salonon 我很想知道有什麼分別 原來是很不一樣的 韓國的 這款會像平時我們氣墊粉餅裡面的 那種薄薄的粉泡 然後台灣的就是有厚度 比較軟軟軟的 不知道哪一個上妝會效果好一點 會漂亮一點 因為這種Size 是用來上遮一下的 這裡仔細一點掃開它 是會比起用大的 它沒有那麼容易拍錯位 如果你問我 我一定是喜歡台灣的這個 因為摸下去已經很苦 這個就是平時的感覺 沒有什麼特別 只是Size不同了 不過形狀的話 它前面是再尖一點的 所以哪一個好用一點 你們猜一下 最後還有這麼多面膜 我看這一款做的 買一送一 然後兩盒二十塊 然後很搞笑的 它寫著正品 是不是很多翻版的 圍在五元一塊左右 我都覺得是挺划算的 應該是很基本的保濕面膜 這個牌子的面膜應該都挺穩妥的 我想不會中伏吧 如果不想一買就這麼多的話 這個app是可以散裝買面膜的 我自己也買了五塊 它有這個牌子我沒有用過 經常看到 但究竟好不好用呢 我不夠膽三盒買 或者不知哪個適合自己 我就逐個買了一塊 還有這個rounet 我記得在韓國買的時候 我是挺喜歡用的 覺得不錯 但究竟是不是真的這麼好用呢 加上它逐快買是比一盒 作為一個精明的消費者 當然是逐快買了兩塊回來 送了兩個sample 就跟大家開箱完畢了 我們去韓國逛Olivia買東西是比方的 這個app是要給美金的 它是滿60元美金面運費 然後用的courier叫做QExpress 不是用信封的 我是2月10號落單買東西 今天18號用了8天就送到我手上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物流 然後我做了一個很cline的行為 因為我不斷找一些coupon 被我發現原來有社交媒體 可以申請一個discount code 有九五折 我就為了這張單申請了 大家有興趣可以使用的 請留意的 我純粹是為了自己買東西 可以便宜一點才去申請 總之今天這個購物流 希望大家可以看得開心 這個開箱 它不是應該最便宜的那個sauce 有很多代購可能便宜一點 但是它就是現貨 不用等很久 不用要preorder 訂貨十幾天 一定是真的 不是怕會水貨 假的東西 或者是來源不明的東西 我覺得用多一點錢 可以買安心 都蠻開心的 好了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個開箱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每個星期都下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的就三月 和星期日的就12點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今天快點 搔進烘 衝浪 整個吃 沖 出色 我們下條片 衝浪 衝浪